再来关注地方新闻 加州新冠死亡人数这个星期创下了最高的记录 尤其是南加州最严重 没有任何减缓的迹象 新冠死亡人数占了全州的一半 洛杉矶院疫情也有全面覆盖的趋势 不单止人口密集的社区 就连人烟稀小的郊外富人区 一样都有疫情性患 而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第一批的32.7万剂的辉瑞BioNTech的疫苗 有望在这个星期就会送达加州了 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FDA正式核掌 辉瑞BioNTech的新冠疫苗后 第一批的32.7万剂疫苗 有望在这个星期六到下星期二 送到加州各大医院 由于疫苗需要极低温储存 目前只有西达塞内医院 洛杉矶加大和救金山加大的 医学中心等机构符合要求 将成为加州首批疫苗存放点 第二款新冠疫苗由莫德纳研发 亦有望获得FDA核准 200万剂将于12月底前云底加州 明年1月再往600万剂 加州卫生部医疗专家施克特 12月9日公开说明加州接种计划 第一批接种者将以前线医护优先 然后是疗养院人员 官方还未决定 谁会成为第三批接种者 但商界已经开始游说政府 执法人员、肉类加工、罐头製造商等群体 都在名单之上 而一般民众要等到明年春夏才可以接种 乐园卫生局局长废雷尔表示 乐园首批将会分到8.4万剂辉碎疫苗 21日将会收到第二批 加州每日确诊人数已经达到2.5万人 是下季高峰期的两倍 进入11月 民众防疫松害 死亡案例不断攀高 这个星期更打破单日最高死亡记录 日均219人死亡高于上星期的146人 南加州成为疫情重灾区 上星期加州新冠死亡人数接近950人 南加州和中央山谷地区占了半数 但乐团纪元就有300人死亡 盛办纳丁诺近80人 河滨和圣地雅哥皆为70人 橙圆都有60人 乐园再次打破多项疫情数据记录 12月10日单日新增12819例新冠确诊病例 共有3433名新冠患者住院 两项数据都写下新高 另外当日有74人染疫身亡 除了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区 校外人口密度较低的富人区 也有疫情蔓延迹象 包括盛丐博谷、南湾区等区域 9月至11月的新冠感染人数上升200% 显示新冠病毒无孔不入 据《洛杉矶时报》报导 诺院感染风险越来越高 9月底每880人中只有一个人有传染力 现在140人当中就有一个 而每一个人感染之后还会传给1.14人 加州大学公卫学院传染病专家法利 向民众发出警告 现在病毒已经在整个社区蔓延 只要一踏出家门就会接触到病毒 天雅卫视编辑报导